香港回歸祖國映25年 公務員團隊代表特區政府 為香港市民服務 大家對身份認同 或國民意識 我相信香港市民都非常重視 在未來公務員學院 我們如何加強國民意識的培訓 我個人的看法 在這方面的資訊一點都不缺乏 過去這段時間很多課程 都是針對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法 所以純粹在法例和資訊上的提供 一向都不缺乏 但你說到國民身份認同 這些其實我看來是一些 要在情感層面發生的事 不可以單純在知識層面就可以達到 因為愛國是一種情懷 這是很個人的 在香港很特別的情況 可能在我們從小到大 或者近這兩代的年輕人 他們成長時的教育 可能在這方面的投入沒有足夠 形成了某種心態是比較缺乏 你說要去到一個人成年的時候 已經進入了一個工作環境 去再補足這件事 其實是非常具挑戰性的一件事 但我不覺得是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起碼第一件事要認同 這個不可以單憑資訊去改變 我們就可以在訓練過程裏 去製造場景和活動 讓我們的學員可以 在情感上有特定的經歷 其實這件事就等於我剛才的心態訓練 沒錯 我們要去爭取不同的場景 去製造這種機會